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苏 你是不是因为担心我 才跟着过来的 你看看啊 有人 我们为什么要读 作戏要做全套 放了他 这边吧 就这儿就这儿 这边一个吧 大人 从京郊开始 就跟着本王 到了今天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秦王你果然是高明 这个李家分是假的 你亲自端手这么多天 就是为了打消我的怀疑 最后引我出来是吗 从始至终 我的目标都是你 我们可以请官府 做一场戏 全两处荒地 挖通做水渠 其中一片荒地 就是李家坟墓 要修水渠 就得天坟 如果他活着 肯定会出现 那另处荒地呢 做一个假坟 假坟 我们一路过来 一直在被人跟踪 恐怕 我们的行动 已经惊动了幕后之人 如霜和小苏 在暗中观察李家坟墓的动静 我和谢雄 就在假坟头轮值 引出他们 抓魂的 是 王爷 谢公子那边抓住了千坟的人了 走 少爷 培兄 苏绝姐 终于过来了 就是他们 等半天了 在这儿呢 少爷 你们和孟主什么关系 没 没有 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收了钱帮着签坟的 那你们为什么 要在这个时候 鬼鬼祟祟过来签坟 这是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都给你们 你看我们像土匪吗 问你话呢 为什么鬼鬼祟祟 这么晚才过来 你 你们 真不是强盗啊 你看我们这个样像强盗嘛 快老老师说 回答问题就行了 尸骨不能见光 对啊 所以只能等太阳落了才能动土 这是本地风俗 各位大爷 顾奶奶 我们也就是收钱办事 请是她给的 你们要问就问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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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 昨天有人给我一两银子 指 指定到这儿给工人付钱 我 我 我就来了 那个人长什么样 住在哪儿 他蒙着脸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看见这一两银子 这么好赚 就过来了 他们看起来 不想再散户 那顾住了 那个人也是蒙着脸 当时给完我们钱以后 这 这 约好了时辰 让我们给签这三座坟 到现在 这后面的钱能没给呢 那人 几位爷 我们还得给这家人动土呢 我们能动手呢吗 李家的坟墓 官府会派人来签 你们先走吧 好 好 好 你先别走 话还没有问完呢 在哪儿交易的 爸 早知道会惹出这麻烦 我 我就不谈这点小便宜了 就在我们家铺子门口 那人是自己找来的 你这意思 那人就住在附近 我 你们这里签坟的风俗 是不是都要撒松香坟墨 松香坟墨 是亲人给死者签坟的时候 才撒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死者的魂魄 能闻着松香的味道 找到自己的新坟地 不要走丢了 免得变成了孤魂野鬼 像这里都只找陌生人来签坟 就不能撒了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松香坟墨 这 这陌生人撒了松香坟墨 是要引鬼上身吗 那会不会是有人 不懂规矩啊 这都来签坟了 怎么能不懂这点规矩呢 我知道了 是宫人 我们要找的人 就混在刚才的宫人中间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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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睡到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兄太不用惊慌 我们不过想问问李牧的事 我 我不是什么李牧 我就是过来帮帮倩坟的 你如果和李牧非亲非故 为何要偷洒松香坟墨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大伙小心 追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小心 你是不是李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民进责署苏辞 负责调查白梁 谋逆一案 你到底 谁 中文字幕 你醒醒 李莫 你醒醒 李莫